连ickson王家二先生 说一个配合度很高的乙方 尊重 弃马妈的花 啊 哎呀 今天这个表演真的不是我 最终是我听不懂英文说什么 乐洞 mortar 哒哒哒哒哒哒哒 Prosecut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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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头发好顺 好滑 好亮 是带着一个梳子 我满脑子只有那个 没有被踢掉的 我满脑子 你可以让她再弹回来一次吗 好期待 她的感觉会不会少一点 那你能给我们做个示范吗 感谢她的我 当成傻子 舞台2023就要播出了 再剪几个好玩的rap分享给大家 舞台2023是一档音乐生存竞技音宗 集结了未出名或者已成名的年轻歌手 成为一档2023年对标中国好声音 青年派计划的一档全新音宗 选手们将通过自己的个人音乐才艺 分组进行PK对决 最终产生出舞台2023的王牌 冠军 7月21号 舞台2023 三公的录制 在现场的观众纷纷给出好评 周深给现场观众带来不少的惊喜 而且周深还很会cue金主爸爸 非常有梗 让节目现场气氛很欢乐 录制间隙 金华姐给周深补装 周深依然像是一个多动症的孩子 动来动去 根本抓不住 而且笑的特别的开心 更为关键的是 有工作室的两个工作人员 在边上帮周深整理麦和衣服 还把周深的衣服撩起来 惹得现场的观众疯狂大叫 录制现场的时候 周深和Ever猜拳输了 就快速的在地上做了几个扶我撑 做完一下子就蹦起来 大笑着和Ever说话 一看就是平常瑜伽一直在坚持 录制间隙 大家起哄周深跳舞 他有点害羞和Ever站起来 他说有一个创的舞蹈准备要跳 可是手刚抬起来 观众就尖叫了 周深就害羞的摇了摇手 抓着裤子不肯跳了 Anna说跳舞很简单 周深就摊在椅子上说 那是对你们会跳舞的人来说 周深的舞台美好又有趣 期待周深舞台2023早日开播 温泡吧结束了期待舞台2023快点播出 按照目前的预热程度 应该就是这两周了 由于一天 风霜一雪初心烟烈 青春分倒夜不顾下街 時代長途 從頭 撞到浮雨 每一天 我用微笑 把期望 播重 你用汗水耕耘著生活 我們攜手一起捧 出生計 蓬勃 你指引我前行的方向 我看到了不去的信仰 浪漫熱度一起點亮美好 藍圖 同情之間 通往明天 你我並肩 最好的歲月 往後對變 最恨 忘記 沒到這心願 溫暖湖面 情侶不屑 只在眼眸 在每個季節 期限千里共同 奔赴眼光 我停歇 花圃 海灣 自至天園 乘香 住處 壞世硝煙 在那些 即將的 無言 忘記的 雪花藍天 平凡 裝出的 斗面 緊緊 抓心 精彩 夜眠 空中之風 又回著 幸福都在了花圈 同情之間 通往明天 你我並肩 最好的歲月 從夢想的遠征 到如許 再到同行同往 周深今年發的歌教之往年不算多 卻都是一些大歌 紅歌 好像真的坐實了時代之聲的美誉 比如剛剛發布的同行同往的MV 猶如聖地般純淨和驚心動魄的西藏美景 搭配著周深的天籁之音 簡直就是極致的視聽盛宴 超低音的主歌 超然的副歌 驚艷的和聲 同行之間同往明天 你我並肩最好的歲月 不愧是大氣磅礴的時代之聲 這也是周深的時代責任擔當 突然想到 以周深的語言天賦 周深為什麼不在歌曲裡唱一段葬語呢? 繼新華社宣發後 中國戰略支援、光明日報、中星文語等官微 陸續也轉發宣傳 懸崖之上是繁星璀璨的天空 燈火裡的中國有你也有我 奔赴征途的路上我們同行同往 夢想的遠征上我們尋找能解答一切的答案 我的答案永如許 周深的原唱紅歌已經很多了 不知道能不能出個紅歌專輯 你們覺得呢? 做不認輸的少年 我會再勇敢一點 雖像陌生的蝴蝶 那就在此刻破繭 幾乎在深量的夜 同情之間 同夢明天 你我並肩 最好的歲月 河南月光交流安靜 來眼來出現 風霜雨雪 初心燃烈 青春奮鬥也不顧下街 時代長途共同創造風雨 每一天 運著光 吹著光 追著光 尖望而行為 再跌撞 也要闖 十年一日不甘 这是奔赴美好的圆证啊 温暖的牵挂 这是属于你我的圆证啊 梦想在开花 这是新火传承的圆证啊 前世的步伐 这是青春记忆的圆证啊 将未来出发 我要越过前方 风下必须抵着走 他们说要绕方 蜿蜒的河才能往前走 他们说藏着方向 对于要换个路口 如果得不讨喜的人痛 那就不算拥有 没有那么决定 谁的衣裳应该他梦活 没有那么定义 谁的天空是什么颜色 没人为我就先动 只是单纯相信着 有像光的英雄 没能轮廓 初次平淡的沉默 Altown 沿途一生明明叠床的 是 感谢观看